结案相待会第22届第一次的定期大会9号开议 由连任的乡长游淑珍来带领各科市所长来进行施政报告 以及未来乡镇推展说明 而游淑珍表示 今年有11位的资深相待和3位的新面孔 也期盼在代表会的监督之下 完成圆满的市信建设和幸福基安 结案相名代表会第22届第一次定期大会9日开议 在庄严国歌后 由代表会主席邱美云开场致辞 接着由乡长游淑珍带领各科市所长进行施政报告 以及未来乡镇推展说明 新逢第22届第一次的定期大会开始 淑珍以法令率我们全体的科市所长们来进行施政报告 以及为我们未来的整个乡镇推展的政策来说明 今年我们计划型的竞争方案送的很多 也推展的非常的完整 我们共同的来努力执行 我们希望能够共创 圆融建设的新基安 我们立平基安让大家看得见 有多项的政策必须要延期的来推展 尤其在创意面上面 QR Code的门牌将开启全国第一面跟资讯来作为一个通报 甚至于一个建设的建议的这样的一个多面向的氛围 来认识极安 来分享极安的文史跟历史的精进 我们相信部落聚会所 一部落一聚会所要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执行 在公园希望能够建议能亲子共融的一个分享 有这么多的建设期待在其中 我们希望最适性的多元面向 能够在代表会的监督之下 完成最到位圆满的适性建设跟幸福快乐极安 游淑珍表示 近年计划行竞争方案数量众多 但在经费的补助使用还有很多要克服的地方 包含一部落一聚会所 亲子共融公园等建设都将持续进行 其盼在代表会11位资深商贷和三位是面孔的监督下 能圆满完成试性建设和幸福吉安 记者长方燕吉安相报导